《青春》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中國大陸不僅仪像一個接一個頻頻出現 各種天災人魔更是一波風似的一個接一個 5月19日黑龍江才下了一場大雪 5月24日甘肅定西等地更是一夜之間變成冰河世紀 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 5月24日至25日凌晨 甘肅定西市民院遇到暴雨冰雹 部分道路積冰積水造成水浸 曝光的影片顯示 街道上一堆堆的白色冰塊飄浮在水面 不少車輛被水浸 而在近期甘肅有些地區都超過雪市37度 而在定西就一夜之間變成冰河世紀 積冰幾十厘米深 車輛被困 有人用挖掘機產冰 真是百年一見的異象 民怨盛產當季 當地居民哀嘆 當季苗被冰雹凹死 損失十幾萬 真是悲哀 眼前能見到的損失是十幾萬 但是之後藥店裡的當季 很可能比金更貴 那中藥價格也會上漲 甚至可能需要當季的人 最後連快當季片都見不到 醫不到病 一個道理 就像我們說的 這種極端天氣頻頻出現在糧產區 我們看到的 是農民為今年的收入痛哭 但是之後幾年 哭的是全中國的老百姓 因為沒有糧食 5月25日 民怨居民向大紀元表示 24日晚大暴雨落冰雹 農作物都被冰雹凸壞 農地都水浸 種的菜被水沖位 圓城裡的車都被水沖走 這位居民說 有些地勢比較低的房屋就入水 現在水退了 但是地上全部都是泥 很厚的泥 在曝光的影片顯示 民怨街道上高 是一堆堆的白色冰塊 道路變成冰河 不少車輛被水浸 動不動 民怨多位居民 鄉極木新聞表示 當地積水深度膝蓋 漂浮在水上高的 是冰雹結成的冰塊 一位商戶表示 有些細汽車開入積水區 就立即死火 居民李先生向白陸視頻說 他所在的地方水深度小腿 城區有些地方水深高於腰 很多居民家裡的空地 堆積了不少冰雹 據《四川觀察部》報道 當地路面變成冰河 積冰幾十厘米深 有人用屈挖機剷冰 另一位居民向《大紀元》表示 這次下冰雹 民怨有些地方非常嚴重 有些地方就沒事 他還說 不僅是冰雹 自己房屋後面的公路 24日晚還塌山泥 真是嚇壞 民怨盛產當歸 這名居民擔心 今年的藥財又要加價 他說 我家裡的當歸苗 都被冰雹打死 十三萬毋了 今年會餓死人 他說 家裡有三個學生 一個月的生活費都成為問題 農民難 太難了 何止龍問難 中國人也很難 我有時真是很難理解 那些被洗腦過渡的小粉紅 當然 近幾年隨著明白真相的人越來越多 粉紅逐漸減少 但是就依然有 我就是想問一下 中國人拿著世界上 為素不多的最不好用的護照 哪裡都去不了 結果到了哪裡都目中無人 也不知道這些自信是從哪裡來的 中國人 全球都很不得你們過得最苦 一個幸福指數最低的國家 居然還有人 為使他們過苦日子的政府唱讚歌 中國人真是應該好好思考一下 不明白真相就見不到未來 見不到未來 就不能做到未與籌謀 那一旦大災難來了 說真的 連個準備都不會有 據公開資料顯示 民權的經濟農作物主要是藥材 如當歸、黨森、黃旗和紅旗 另外還有野生的大黃村貝等中藥材 有兩百三十八種 大陸網民紛紛留言 在夏天看到這個景象 嚇傻了 很明顯 看起來就像雪雨一樣 特別害怕 從來都沒見過 我在屋裡 感覺到雷電和冰雹聲 就快將屋子砍掉 冰河世紀有點恐怖 甘肅到底什麼事 河東暴雨 河西干罕 冰西的蘋果沒有了 今年蘋果要加價 在這個季節落這麼大冰雹 對老百姓來說 辛苦了一年的農作物 意味著沒有收成 想想都心痛 看到這位網友的留言 我突然之間想起 耶穌上營場之前的場景 一位老婆婆 看到耶穌這麼年輕 就要被釘十字架 忍不住流眼淚 耶穌對老婆婆說 不要為我哭 為你的子孫後代哭 而我想對國人說的是 不要為目前的農民損失哭 為以後中國的老百姓 沒飯吃哭 關於這場冰雹災 還有網友留言 武漢市熱到死 人都中暑了 分些涼快給武漢 老天給雨水 錄到我們永昌 看死了 今天二十五號 四川三十八度 太熱了 今年全國各地到處都是極端天氣 何止是今年呢 這幾年來 中共國都經常遇到極端天氣 只不過人的記憶力太差 早就忘記了 人家是東山飄雨西山情 中共國是一邊冰河世紀 一邊高溫乾寒 極端天氣之後 接著來的 多數就是饑荒災難 還是做些準備啦 下方我們再來看另一個報道 最近 南京大學一名女生 突發疾病 陷入昏迷 但是病因一直無法查出 家人在網絡求助 希望找到病因 有網友回覆說 是新冠病毒入流 據網絡曝光的資料顯示 南京大學某女生昏迷 緊急求助 病因未知 求助廣大網友 帖文表示 身邊南大同學 女年紀24歲 5月20日上午起床後 感覺頭暈 中午飯後頭暈嚴重 有嘔吐感 去了醫院 做了腦電波和腦掃描 沒有異常 開了幾桶可減 血管擴張藥後 回宿舍休息 下午5時左右 症狀加重 嘔吐 說聲音不清晰 晚上9時半左右 少女的父母趕到南京 隨後去了醫院急症室 5月21日凌晨2時20分回家後 依舊沒有好轉 說話很不清楚 但意識清楚 有抽搐表現 上午7時半 又趕到醫院 在神經內科掛號 醫生說好像是感冒 建議去急症內科看看 去急症內科做了血常規 肝腎功能等多項檢查 都沒有明顯異常 當日下午 幼瓜號體神經內科主任 進行了腦部磁力共振檢查 注射了鹽酸2秉 而磁力共振檢查 就沒有異常 5月22日凌晨1時左右 就說很不舒服 家人緊急將他送到醫院 到了醫院後 發現他嘴唇青紙 沒有呼吸心跳 瞳孔放大 醫生立即做人工心肺復修 10分鐘後 心跳恢復 但呼吸仍然沒有恢復 搏了呼吸機 簡單治療後 轉入急診心切治療部 急救期間 做了血液和腦部檢查 腹部磁力共振 心臟B型超聲波檢查 但也沒有明顯異常 5月23日臨近清晨 沒有自主呼吸 進入深度昏迷狀態 少女的家人在網絡公開了 少女各項檢測的單據和資料 希望遇到能夠了解這種病情的醫生 找出病因 找出針對的治療方法 有網友好確定說 這是新冠病毒入腦 據該網友表示 她媽媽2022年12月 首次感染新冠病毒 就是這樣的症狀 突然人倒地 起不了身 送到上海華山醫院 第二天就昏迷成為植物人狀態 各種檢查都找不到病因 醫生口頭說 應該是新冠病毒入腦 十個月之後去了 有網友補充說 這樣看起來 有點像新冠病毒入腦引起的疑似中風 或腦梗塞 沒有那麼多懸疑 從中醫角度來看 是可以解釋的 確實好像是中風或腦梗塞 我亦都感覺是病毒入侵 我大醫前幾天發燒不舒服 吃不下飯 在縣城醫院釣鹽水兩天 19號醫生 將他轉到市裏的醫院ICU 兩天之後 兩邊肺全部白色 今天24號 還住在ICU 沒有好轉 新冠對人體健康是慢性中毒 急性發作 就是這樣 這個病例 這個病人一直感染著 同時有流行性腦脊水膜炎 然後接著復陽持續 導致免疫加速崩潰 結果最後觸發細胞因子風暴 新冠後遺症 類中風虛症 無法解釋 這就是病例真相 其實 大量中國人死於新冠病毒疫情 並非偶然 中國有散症之初 就處心積慮 開始幫中國人洗腦 時至今天已經洗了幾代人 為了防止他們知道 中共這個百年洪禍的真相 中共一邊加大網絡封鎖力度 另一邊更加是不為餘力 更加瘋狂地幫國人洗腦 特別是近幾年 中共加強了對學生的愛黨教育 用共產主義毒素 不斷毒害青少年群體 中共一直有預謀 系統性地侵蝕中國人 和中國青少年的心靈 特別是在2023年5月22日 中共中辦主任蔡奇 在習近平駐作選獨座談會 就提出 要將學習黨魁駐作 作為重大政治任務 並且推動習黨魁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入腦入心入魂 他最想要的就是中國人的靈魂陪他下地獄 時至今日 新冠疫情已經在大陸持續傳播了四年半時間 在疫情爆發之初 李洪志大師 2020年3月在李勝一民警示 其實瘟疫本身就是針對人心 道德變壞 業力大而來的 這樣的瘟疫 是有目的有目標而來的 他是來淘汰邪黨分子的 和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的 2023年8月 李大師再次明示 新冠疫情主要是針對共產黨 以及那些盲從中共 維護中共 為中共賣命的人 希望更多的中國同胞 能夠早日了解真相 推出邪惡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並且誠心念眾 法輪大發好 真善忍好 苟致真言 這才是救命良方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快點 快點 還是 快點 在這兒 寶貝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